上海是最多人会留在101 不知道大家会选择要到哪里去跨年 如果方便的话 其实可以搭配我们的车博 改天新闻咯 欢迎收听和子瑜阿步步的青少年新闻周报 大家好,我是盒子 我是阿步 步列颠的步 我是阿步步丁的步 嗨,大家这个晚安 大家好 那如果大家今天有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 那今天应该会是29号吧 应该12月29号 因为礼拜天的时候 礼拜天晚上会跨年嘛 对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已经安排好这个跨年 要到哪里去跨年了呢 对,因为在台湾其实 我们越来越像国外了啦 我们小的时候 其实比较重视的是农历年 所以农历年的除夕啊 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来说 会是比较有重要的事情 大家要围碌 反而是那个12月就是 国立的12月31号到元旦这天的感觉 比较没有那么重 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12月31号就是固定会有那个跨年的节目 对,那你们去年是去哪里跨年啊 呃,是去那个云林剑湖山嘛 哦,所以我们去年是去这个古坑的剑湖山世界跨年 对啦,本来就是古坑嘛 对啊,那剑湖山世界其实也算是台湾几个这个跨年的晚会中有放烟火的 少数几个有放烟火的 有晚会的地方还蛮多的啦 但是有放烟火的就几个 不过大家最应该最出名放烟火的地方应该是台北101啊 嗯,所以理论上还是最多人会留在101啊 不知道大家会选择要到哪里去跨年 那也如果方便的话 其实可以这个搭配我们的车伯 呃,就是可以更加的方便 也不用说在现场还要人,人挤人 哦,那你跨年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睡觉啦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中文新闻的部分呢 就是跟我们的跨年有关的相关内容 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云林剑湖山1600秒跨年烟火秀 堪称全台最常烟火 剑湖山跨年烟火秀是中部地区的焦点活动 12月29日第一晚有高空烟火秀 30日第二晚由在地云火火舞团演出燕光圣舞揭开序幕 并在水乐团演进行300秒沙滩花火秀 31日摩天轮漩涡烟火 400架无人机压轴登场 另有长达1000公尺环场电光花火盛宴 为了呈现最美效果 烟火及无人机都有经过角度试算 在园区内幸福广场才能欣赏到最震撼的跨年烟火 这次突破以往首度导入国际大型运动赛事 才能看到的爱心字幕烟火 即彩虹桥烟火 打破单一主体限制 以几何概念增添视觉层次 12月31日跨年当天 园区从白天开放至晚间10点 晚会自8点20分起跑 由知名艺人蔡昌宪 DJ彤彤丹刚主持 与民众一起倒数跨年 迎接2024年 所以这个 今年的跨年金火山好像还是有烟火秀 而且它整个日期拉得蛮长的 因为今年的元旦是刚好在礼拜一 所以它从礼拜六开始就开始有这个相关活动了 今天应该要放那个高空烟火秀了 对耶 没有错 那我们 我们不知道 应该没有机会看到 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现在有在现场的 不知道那个高空烟火秀是表演的如何 大家可不可以在这个留言的地区 告诉跟大家做分享一下 那我们全台湾其实它除了金火山之外 还有很多地方有这些跨年的 像是包括我们最著名的台北跨年晚会 它就是这个 Lulu、威廉、丰田、朵拉所主持 晚会卡斯看起来也蛮坚强的 有这个831、动力火车、维里安、卢广仲等等 那新北、桃园、新竹也都有跨年 那台中在这个水南中央公园 他是黄明志宇宙人 他又有卢广仲耶 他们都跑得好快哦 对那他这个赶场可能都得要搭高铁了 那南投在日月坛真的也是 其实我也曾经有计划过要去南投 就是看跨年烟火 只是说他那个场地 对啊 他那个场地就想说要车博 可能会有点麻烦 怕车太多了 所以就只是在考虑中 那云林就是剑湖山 在嘉义台南也都有 高雄是梦时代跟义大 也都有跨年烟火 那在我们台湾东部的地方 包含了花莲的这个太平洋观光节 还有台东的跨年晚会 哎呦台东是黄豪平主持的 对那在我们外岛的地方呢 马祖、金门、澎湖 也都有自己办这个跨年晚会 好了那这个2023年即将进入尾声 那你们对于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啊 好我先讲我的啦 因为我觉得今年就是 有几个战争好像在延续中 就是那个俄罗斯打乌克兰嘛 还有那个加萨走廊那边的尾巴战争 对所以希望今年过去 他们可以赶快就是再回归和平啦 因为在战争的过程中真的死了很多人啊 然后有很多都是平民啊 或者是在医院的病人啊 小孩啊都很无辜啊 所以希望明年是这个平安的一年啊 不要再有战争了 好原来现在的小孩子都对于未来没有什么期许 对 你们记得我们去年去那个建湖山看烟火的时候的状况怎么样吗 哦我记得那天好像有点下雨 所以他放在烟火整个都雾雾的 对对对对我也有印象 因为那天好像要放烟火的时候 天气好像变得不是很好 所以刚开始放的时候好像很漂亮 可是在中段中间之后就变成是 因为可能都被风啊被雨吹散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看的那个位置 因为我们不是在园区里面看 我们是在外面看的 所以从我们那个角度其实刚好是背面 对所以他所有的那个牌字啊 也包括对也包括他那个空拍机的那个牌的文字 我们其实都看到都是相反的 对 好啦那希望因为他今年的那个长度啊 拉到1600秒 那相当于是20几分钟了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是准备了很多的那个烟火 很多的火药 来看看今年不知道天后状况 会不会比较好 那 爱心字幕烟火和彩虹桥烟火 哦对对对 刚刚新闻中也有讲到说 他有这个增加了这个过去国际大型运动赛事 才能看到的爱心字幕烟火跟彩虹桥烟火 对那不知道爱心字幕烟火跟彩虹桥烟火到底是什么了 对是比较难想象 也许大家如果今年也有去云林剑湖山 如果你不是待在台北啊 那如果去坚虹桥烟火山看到这样的烟火的话 那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啊 他这个爱心字幕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中文新闻的部分 那当然新的一年啊 除了这个没有战争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 大家都要很健康 好 所以我们第二则英文新闻呢 就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咯 好 每个健康有关的咯 Head into any gym and you may find someone walking backward on a treadmill or paddling in reverse on an elliptical machine, while some may be employing reverse motion as part of a physical therapy regimen, others may be doing so to boost their physical fitness and overall health 好,那第一段的內容呢,它主要是說,當我們走進任何一家健身房啊 我們可能會發現到啊,有人在跑步機上面向後行走 或者是在橢圓肌上反向踩踏 雖然有些人可能將反向運動作為物理治療方案的一部分啊 但是其他人可能這麼做啊,是為了增強他們的身體素質和整體健康 欸,你們平常在生活中有向後走這種動作嗎? 有的時候,就是玩一玩就有的時候才會往後走 哦,就在玩遊戲的時候會有這種倒退的動作這樣而已 有人想往後走嗎?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哦,對 對,它那個倒著走是真的是倒著走哦 就是...就是... 仿佛你的那個頭頂上有長眼睛一樣 對,欸,你們有進去過健身房過嗎? 好像沒有耶 那你們...就是你們可以想像在健身房的時候 然後在跑步機上面啊 然後有一個人是倒著走的狀況嗎? 這很奇怪耶 那跑步機有向後走的功能嗎? 欸,據我的印象啦,我的印象跑步機的那個滾...那個履帶應該是...好像是固定同一個方向了 但是就是你上去的時候啊,你走上去的時候啊,其實你可以這個先抓住扶手啊 然後你把那個速度調慢點嘛 好,然後當你習慣了這個動作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把速度加快 對,只是說... 只是說你要結束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還是要小心點 對,你要把速度先稍微調慢點 好,然後再慢慢的把那個機器關掉 對,不然你應該... 突然你把它關掉的話 你應該會摔個四角朝天 對 好,那所以第一段是告訴我們說 有一些人會在這個跑步機上面做 當然它的目的是為了要讓身體變得更健康 好,我們再聽第二段內容 Retro Walking may even sharpen your mind and help you become more mindful as your brain needs to be more alert when moving in this novel fashion for this reason plus the fact that backward motion helps with balance older adults may especially benefit from incorporating some backward strokes into their routine as one 2021 study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troke indicates 好,那第二段的內容呢 就是跟我們說這個 向後走啊 甚至就是倒著走啦 甚至可以讓你的思維更加敏銳 幫助你變得更加專心 就是那個小朋友啊 如果解考卷啊 常常會粗心大意的啊 欸,現在也不要什麼打打手手啊 什麼罰操啊 沒有用 要倒著走 欸,寫錯一題 就倒著走半小時 欸,對 因為他說可以幫你更加專心啊 是一個正向的鼓勵 好,他說因為 當你以這種 新穎的方式行走的時候啊 你的大腦需要更加警覺 那出於這個原因呢 再加上向後運動啊 有助於保持平衡 老年人可能特別受益於 將一些向後漫步啊 納入他們的日常活動中 就像是在一個2021年 針對慢性中風病患的 一個研究發表上面 就曾經有這樣的說過 在過去的那一項研究之中啊 其實他有說啊 在跑步機上面倒走30分鐘啊 持續四個禮拜 這些參與者的平衡能力 行走速度啊 和心肺健康能力啊 都能夠有所提高 欸,所以好像真的 大家可以 真的可以試試看 欸,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過去在跑馬拉松的時候 我真的有看到有人是倒著跑欸 真的喔 對,只是 只是 好像 如果你是在一個戶外的場地啊 然後你直接這樣倒著跑 你等於要不斷的要回頭啦 而且你沒有 沒有辦法遇見到 你等一下要跑過去的路 那個在地板上 有沒有什麼坑坑洞洞的 對,所以 他在文章之中呢 其實他也有告訴我們說 欸,你如果 你知道在戶外做嘗試 你應該要怎麼樣 就找一個朋友啊 欸,找朋友怎麼樣 那個朋友是 在旁邊看著你倒著跑這樣 不是 那個朋友可能就牽著你啊 他就往前走 你就要倒著走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 前面有什麼東西啊 對 所以 所以因為 因為如果你只有你自己 你只有你自己倒著跑的話 或者倒著走的話 你可能必須要 偶爾就要 要回頭觀察嘛 對不對 可是你又要一直回頭轉頭 回頭轉頭 那你真的是很難 讓你的身體保持協調 所以 如果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一起進行這項活動的話 那你的朋友就可以 怎麼樣 當做你的 背睛 欸,當做你的眼睛 然後他可以幫助你看一下 你背後的路況 然後你也會比較這個 安心嘛 然後他有說 那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欸,可以交換角色 這樣你的朋友呢 也能夠怎麼樣 欸,你也可以害他了 欸,他剛剛 沒有 你背後有個坑洞 他沒跟你講 好,那我們現在交換角色了 是不是這樣 對,那 對 對啦 所以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 看起來到 倒著走 似乎真的是對身體有一定的幫助 那大家真的可以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 可以試試看囉 好 好,那這個 以上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我們的內容啦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於我們今天內容 有些什麼樣的想法啦 或者是要留言給我們支持啊 要記得在我們的這個頻道的下方啊 那幫我們留言支持 對 然後 要 請問我們 喝杯拿鐵啊 給我們點支持 還要記得訂閱啦 訂閱按讚我們的頻道 我是盒子的頻道 嗯 好,那 2023年就即將進入尾聲啦 那祝福大家在 2024年的時候呢 都能夠更加順利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最重要的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呢 就到此結束啦 先預祝大家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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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這樣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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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發現 沒有錯 改靈局 看 我們 一天 分